講梗 周哥也來握了 我以為他握了每個人 但他說沒有 在那邊建模玩 建模是啥 睡飽的是幾小時啊 欸沒有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昨天大概11點 14點還是11點就睡了 然後大概 在2點的時候 起床 然後起床 開始 鬼混東 東混西混 後來一下子之後 再繼續睡睡到早上 我睡到 中間又醒來 有一個斷層 感覺就好了 人生就是要這樣 你都藏起來了 什麼藏起來 補標一下 你有寫是嗎 敏感啊你沒有標 那我先去看Gek的report 會不會全部都是燕子 report好像還沒發 你會發嗎 你提一下我report就有了 什麼意思 你可以說真的真好看就好 靜很囉嗦 但不能這樣講人家的文化 因為都不能打出來 都不能打出來 好 可以接受 看Gek的嗎 好啊我來看Gek的 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看喔 你是說你有寫嗎 你是不是有寫 你很可愛 可是我會不會都一直在講說你很可愛 冷靜點 你害怕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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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慘喔 好慘喔 有趣嗎 好像還沒看過喔 可是現在都可以其實看過就忘了 好慘喔 它會怎樣嗎 你不怕喔 你不怕就算了 我們來淺看一下 看有什麼重點 再跟大家分享 小胖 小胖好像是我說的 小胖是我說的 是嗎 張少彤有一天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你可以叫Gek叫什麼 你可以叫Gek 我忘記了 我忘記他說的什麼 你其中一個綽號吧 你知道嗎他之前叫小胖 你可以叫小胖 我們在交換 交換訊息 他就說好啊好啊 你今天講的沒有 就是要叫你去看 什麼意思 歐卡 他好像說 好像是 是嗎 他這不是有三個綽號 算了 反正我剛剛說的 小胖是我說的 小胖是我說的 嘻嘻 看看 小羽小羽 小羽根本就不記得 小羽握完只記得 那個 切耳東 肉排中的粉色香檳 體育中的異風信 那個什麼 小羽小羽跟我分享了 跟我分享的 她說她問切耳東 你等一下會去我真正嗎 然後切耳東說會啊 然後呢 她跟我分享 就跟你們說 跟你們說 什麼 去握小羽要講到成影真 然後她就會記得你了 切耳東 切耳東被認 喔然後呢 然後呢 她還說 所以我講的這些話 都會被你打在report嗎 她這樣對切耳東說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後衣也被小羽記住了 因為後衣沒去握小羽 她在旁邊內列 然後呢 然後小羽就 小羽就 就跑來跟我講說 我剛剛有看到hold in欸 我說她有去問你嗎 她 她說她不敢去問你欸 然後小羽就說 沒有啊她沒有來 不過我在隔壁看到她了 我說那你知道她長怎樣 小羽就說 因為她有帶名牌寫著hold in啊 真的是 還去排小羽隔壁牌 還被小羽發現 還沒去握小羽 你真的是 越來越完蛋了 下次知道該怎麼做了 沒錯 你們有說嗎 下次你是可愛的寶寶 她是可愛的寶寶 你好像有提到 欸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我還說 你有去握小羽嗎 因為小羽跟我講說 小羽說 小羽說 剛剛有一個 剛剛有人 有兩個人進來都跟我講說 很喜歡看 我跟 你的互動 然後呢 有一個人說 你都不能剪的影片 她很喜歡 我就猜是你啊 我就問你了 你就說你有去過她 所以真的是你嗎 你有問她這句話嗎 這樣有生氣嗎 沒有啊 她那麼可愛 她怎麼會生氣 她不會對你生氣的 好嘞 我聽到她在隔壁一條 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超級好笑 因為小羽只認了 切耳朵 所以我就說 那你知道 說 那兩個說 喜歡看我們互動的人是誰嗎 她說 我不知道欸 所以我也不確定 因為太太渣了 被小羽記住了 因為你會被照出來嗎 因為如果小羽看到你會不會認得啊 會不會認得 所以是你沒 隔壁店應該看得到吧 這我都能猜到了 喔 娜娜還跟我說 娜娜有說你跟她說了什麼 然後我還猜到你下一句會講什麼 完了 我要瞭解你了 你小心點 又想要戴真實面具 再去試試看 你會覺得她真的很可愛 但是她有點太高了 太高了 其實是你問了一對人剛好 有問到我 沒有我只問你耶 我真的只問你 不知道她有 她問了其實 因為她說有兩個人說 然後她說 她問了其中一個人說 你是真正的粉絲嗎 她說對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她說有兩個人 像我這一部也有一個人進來說 很喜歡看我小羽和Mina 三個人的互動 所以呢 然後我就是想到小羽問了問題 我就說 所以你是Mina前輩的粉絲嗎 然後那個粉絲就說 對 會互動情報的嗎 會互動嗎 也沒什麼時間可以互通啦 說實話 小羽小羽小羽 小羽有跟我分享啊 娜娜的 娜娜我有太多人了 實在是 也是沒辦法分享 現在好好送來千紫賀 我們的資訊欄哪裡可怕的 你要只說過 沒有 他們跟我們說完就忘記了 我只聽到就是 幾個 怎樣 開放 粉絲 我覺得也是可以 你改小羽 你改小羽花過年 我們的資訊欄很可怕 沒有 重點是要記得 Nana Nana Nana可能不太記得 然後墨魚好像也不太記得 我覺得就是要握盒子完之後才有可能會記得 我握的也不成嗎 我不知道耶 其實我第一次 第一天 第一步的時候 我以為沒有人來握我耶 因為你們站在中間 然後那剛好被板子 隔住了 然後我就看到旁邊有沒有人 我想說 你們是要先去握別人 才來握我嗎 然後結果呢我想說 那我先休息一下的時候 欸 居然有人 沒問題你是誰的粉絲 你是誰的粉絲 你是 紫萱的粉絲嗎 嘉宇蒂是生日會 畫臉 你不能分成你的資訊嗎 喔 我聽到少童跟燕子在聊天說 那個告狀的環節 你是不是 你要寫了 這個場景 我是剛剛站在他們兩個的旁邊 然後呢 然後你叫上頭不要跟燕子說 然後上頭說 我怎麼可能不跟燕子說 之類的話語 所以我知道 我都緊張的鑰匙 其實沒有 也不 也不太會特別說什麼啦 我練沒段過 我的練很多人嗎 我是 我是沒有休息的 但是我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外面長怎樣 我以為 我的練很少人 但是就是剛好 剛好看到沒人就會來問 我以為 還沒有人要先來啊 看你兩側 但是上了 張張森塔也是會默默幫助你的 此時傑克你喜歡我嗎 你確定 你根本沒有推我啊 燕子還跑來跟我告狀說 你知道 將將就去我 哈哈 就說不要亂握別人 你就可以知道了嗎 半女裝 期待你半女裝 我的鑰匙很久 嗯 嗯 還有什麼特別的嗎 他是不是很毒 你去我舞棋喔 你問了三組舞棋 不想看了 沒有啦 你也有去過燕子 他是不是很可愛 你問哪一部啊 現在先信息收到了 好的 第一部有幫我加油 不知道他觀察什麼 你一直被蹬 我旁邊有站誰嗎 是你努力不夠 你努力很夠的 好髒喔 你看他 我剛剛才看得到耶 因為三旗 團子 三族五旗喔 哇 謝謝阿祈福 告白氣球 我問你 你猜到我又問你幹嘛戴口罩 那你還戴 三族很多 總共就六族 他就握了一半耶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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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他看肉排的是嗎 肉排給逸琳的 我們很多人感冒 沒有感冒啊 看完了 握一半耶 啊我就握很多耶 還有誰有寫 誰要 誰要跟我分享 誰要 誰要跟我分享 跟我分享我再看 依品跟燕子們 都有寶標了 謝謝你換過 剩下的就不干我的事 我只回答 我知道的部分啊 你也有標我 你有標我 標我在哪 我這旁邊沒有這樣保標 這旁邊就是保標的一種 你有標我嗎 你怎麼可以問我 我怎麼連你我玩都那麼開心 想到好像我男的香水眼 我我我我燕子怎麼會不開心 你怎麼在吹人家 你不要以為自己寫完 就開始吹人家了 沒拿什麼不重要 因為我們都聊過了嘛 我們記在心裡就好了 有分段 好的不要這樣心裡 不要這樣心裡拿不出來的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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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現實動態嗎 跳本名 好啦 大家都太害羞了 我也沒辦法當眾看 有很多人寫嗎 可能沒有把那個不能寫的 寫出來就好了 只記住我喬的內容 OK啊 拜拜 拜拜 他一進來就跟我講說他很渣 我這邊也沒 你也沒寫啥 你要我看嗎 你這是 好像沒跟你聊到 不能寫對 你下次要跟我們聊不能寫的嗎 反正我們都是很粗暴的人啊 互怕互 怕內容不有趣 report的內容要多有趣 如果不有趣是我們講的不有趣嗎 嗯 後面 你知道後面那句才是重點 你知道 我是沒有覺得 但我都跟你講過了 算了 反正我是覺得你是怎樣 我應該講過 我這個很粗暴好了嗎 對於某些人 就要很粗暴 我看嗎 好啊 等一下 打算不到一半 打算不到一半 保護誰人色 保護誰人色 要粗暴 那我們一起粗暴別人 一起粗暴別人 直接一點 好可怕 直接一點 我開啟一下 影片 什麼影片 真是粗暴的人嗎 也不是粗暴吧 我講話比較直接 你看我現實生活中講話 我現實生活中講話比較不直接 我撇開TV 我在我生活中講話比較委婉 有人還說你是我見過說話最委婉的人 這是我得到的評價 但我在TV說話會比較直接一點 因為呢 我們沒辦法真正的見到面 我們如果一直在那邊 委婉來委婉去的話 好像解決不了問題 老闆你們打出來 你打了 你要給我看 幾張 記者會的rever有三面沒有你 你們是希望我看嗎 這你嗎 沒有吧 沒有一直都在錄影 要聽到雨滴的嗎 我們看看雨滴的 我們查查看 你網路跑不動 哇那個查過了 查過了 查過了 查過了還要跑不動 跑不動 可以對你直接 我對你說蠻直接的啊 我直接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告訴你了 我直接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告訴你了 你感到得到了嗎 不是比較慢嗎 喔所以你已經 寫了是嗎 剛剛前面都很出來 原來你還未來喔 所以九蛋到底現在來看誰 小雨 怎樣都說你 一直說你是小雨 搞不好你就真的是在看小雨 我們看看你在哪裏 在哪裏 在哪裏 你是不是說過很多人 雨滴同學 我找到了找到了 我想想啊 回憶回憶一下 回憶一下 可以讓他長大一點 那你叫燕子好了 你可以叫燕子嗎 他對燕子比較寬容 對我可以 不要那麼直接 我對笑笑的大概是最直接的 不要 不要 佩佩 好 好的 佩佩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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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我看看 對我就是沒有 我是沒有把那個打錯了 但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你可以期待一下嗎 我沒有說可以期待一下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欸 因為我沒有錄音啊 沒有錄過 沒有錄過音 應該是 不太有可能 燕子的時間長大 他應該很 大吧 你專請嗎 嗯哼嗯哼 你要等他 飛飛還是等飛飛 飛飛也可以啊 有兩個飛飛 我是這樣說的嗎 我好像說 我覺得我不可能 目前沒有 沒有消息 我問過 但是沒有 沒有缺 不缺 也沒辦法 他很酷 你們有聽他說話聲音嗎 他說話聲音 蠻酷的 還是因為他感冒 也繼續等 啊我要說一個 你們有些人 跟我說話的時候 都說什麼 都好像都認為我久丹 就會怎麼樣一樣 你久丹可能會被很多人看到 什麼之類的話語 然後呢 我會繼續 我會陪著你 就是 繼續往上 然後呢 我都覺得 然後又講得很感性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後面好像要 接一句 如果你上去了 我就功成身退了 的那種感覺 好像 好像我怎樣 我如果 好像你們就覺得我久丹 好像會 認識很多 新的人一樣 還是怎樣 然後呢 你們好像就是 目的 讓我被更多人看到 然後你們就要走了 但你們是沒有說的 但我自己後面 就會覺得很像 要接一句 什麼 他就要就是 要默默的淡掉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會這樣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懂 但有些人會這樣 叫你不要緊張 你 你緊張什麼 會拿到不嗎 是嗎 是嗎 誰 我不知道 不只就是 他們都會覺得好像 久丹的時候 然後好像就會 就會說 你就會被更多人看到 所以我覺得會嗎 怎麼會 你不會 什麼一路要走 沒有 他就 他就是會 就是很像 很像說說 要繼續加油 你會繼續往上衝 你會越來越好的 我會陪你走到上面的 然後 你走到上面之後 我的任務也就達成了 這樣就夠了 那種感覺 雖然沒有說到後面那句 後面是我自己 自己想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演戲都這樣子演 等你上去之後 我再跟你say goodbye 我覺得你不太需要我了 好 沒事 你沒有恭喜我上酒丹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 酒丹為什麼會 要來恭喜我 所以你酒丹就是要來啊 你酒丹再來恭喜 我 道別問 所以是我自己的問題 好的 sorry 爸爸看女兒出家 但你的直播我確實 任務達成 對耶 你很棒 你要去睡覺了 是嗎 我自己腦補 我沒有把他腦補的事情演出來耶 我沒有把他腦補的事情演出來耶 所以你不再需要我這句很像請了 我說我自己內心所想而已 謝謝困困送的天蝎寶寶 酒丹要去穿女裝 恭喜你 他要去穿女裝嗎 他怎麼可能穿女裝 酒丹你到了 好的 酒丹來恭喜死丹 那會不會太幸福了點 死丹在兩年 酒丹就要來啦 酒丹就要先來 你要睡了吧 安 上次恭喜酒丹之後 酒丹之後再恭喜一次 沒錯 恭喜是不喜歡多的 你的船都去找你 好了我等你 等你來找我 我自己叫什麼 常常我一年會快樂一點 我說我 對沒錯 沒有我只是 欸 不會不會這樣腦補吧 所以你們沒有那個意思吧 應該是沒有這個意思吧 應該是沒有吧 當作先當作沒有囉 我也覺得不可能對吧 沒有其實 就是你跟gaglogic也不可能 你們怎麼可能穿女裝 你穿過女裝嗎 你們有穿過嗎 如果你們有穿過的話 那就穿吧 沒有啊 你要靠近一點不要亂想 沒有啊 我只是 想想而已 沒有亂想 你穿過嗎 我看也是不顯得 今天要進去嗎 你確定姐姐會讓你帶進來 導補嗎 我是會導補的人嗎 晚安啊 沒有那個意思 你別人很超小 不是啊 為什麼講的那麼 那麼 那麼那個啊 那麼好像 好像 好像要怎樣一樣 蠻正的 我覺得你眼睛大大的 適合穿女裝 可以 我的酒單 你一樣加減 可是 你來問我都是我在說欸 你沒有話要對我說嗎 可以嗎 應該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嗎 想的真聲 真聲 可是我懂 有些人 喜歡 那種 沒什麼 就是 有些人好像看到一個團體紅 然後他就不會喜歡那個團體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人的 人的特質 只是他們這樣跟我講 會讓我想到有這種特質的人 但他們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以後會有更多人 上真心的車什麼了 你酒單會怎樣怎樣 我想說 我酒單我都還看不到什麼東西 然後就這樣子說 要說我什麼 我什麼成就都還沒達成呢 我是不是還是一個普通的平凡人 我不要再想要女裝風氣了 那你要先去叫逸琳 準備好 準備 你準備好欣賞的 欣賞的 欣賞的 你呀 你呀 你穿吧 你馬我時間說完了 我馬你時間說完了 我馬你時間說完了 你在怪我嗎 我想想 哪有 你明明就是我的 你都沒有要講話 我只要講了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好的 你可以去唱歌 那裡面有人可能知道有人會陪你一起走的歌 對啊 我很開心啊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 鼓勵吧 對 鼓勵 因為鼓勵就會讓我 讓我覺得我好像要更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鼓勵 反正變多了 票 就搶 我們的票 我們沒有什麼票 好搶的 我只希望不要退步 也不是不要退步 不要差太多 不要差太多 因為我知道這次比較多 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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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蛋跟八蛋隔了一年嘛 但是現在九蛋那麼快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破手 所以呢 所以呢 有點難 有點難說 不知道 我不是平凡人 我是平凡人 我是平凡的列車長 大家對我很有信心 大家有時候 有時候 有人就對我說大話 我就會對他說大話 所以不要亂對我說大話 不然我就會對你說大話 你很好睡 想更幫你加油 哇 謝謝 到這邊算沒有 晚安 暖暖 你好 很快 不知道多快 也別太快 也別太快 應該也不會太快 不會太快了 畫個最大的餅 畫個最大的餅 畫個最大的餅是什麼呢 一定對我說什麼 什麼樣的大話 那個大話 我真的是 沒辦法對其他人說的 因為我知道他不會把他講出去 沒有 我就 亂講話 沒有人要給我看你的report 沒有人要給我看你的report 確實是沒有跟雨滴說了什麼啦 因為呢 因為時間也不夠啊 不是那個 沒有 沒有 那個是別人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現在有精神了 我看了很多什麼 我看了很多什麼 北緣 北緣又打對不對 我看了 你有社訊了 剛剛嗎 看看那個才不在聊 你要跟我講說你每一部要聊哪一篇的話 這樣子 時間才會夠 大餅 九丹跟你 有搭檔 我沒想太多 我們應該 接觸不到吧 大家的暈暈report 我這邊沒有暈暈report欸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暈暈report 沒有欸 好像沒有 可能要去看一下其他成員的 看一下其他成員的 看一下其他成員的 應該是不會 欸不然下注文怎麼會這樣子嗎 好可惜怎麼可以沒有 沒有什麼你說暈暈暈文嗎 還是你說搭檔舞 不 你也不會打 你也不會打暈 誰 還是不知道欸 我看過洛克嗎 我沒有看過欸 大家沒有標我了 就不太會看 下耳 下耳打在哪裡 我的風格不是這樣子喔 我的風格不是這樣 好暈 他不感覺會打欸 暈暈文 還是去看暗暗的 暗暗的應該很多 誰要暈暈 你會暈暈嗎 不會會這樣很多 好像是 我不是會對我怎麼會這樣 完全不會欸 完全不會欸 我要先自首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們好像在外面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會看你們的鏡頭欸 所以我後來才意識到 我都會看你們的臉 就你們在我的眼中 好像不是 臉上是鏡頭的人 你們在我的眼中 是手上沒有鏡頭的人嗎 因為 因為 比如說下班 打招呼的話 有時候 因為我想要看到你們 不是想 就是 不是 真的沒有說 一定要獲得什麼很多照片之類的 至少我 看到你們臉 我才會知道你們有來 不然 你們如果 拍 拍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 你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我在對誰 對誰 對誰 我在讓誰拍啊 所以我要先看到那個人的臉 所以我很認真的在找臉 但後來發現 成員都是在看鏡頭的 所以我這一點也有反省 那反省的部分呢 我沒有打在我的兜粉 目前還沒有打在我的兜粉 你完全給我看嗎 對 極品真的喔 但是我 那伊林很會掉的 這是真的 真的 誰有寫給伊林 不用他自己就會暈了 所以黑捷克有暈那兩個 你都看電影啊 我也不是在看他拍 我只是看到 我只是看到 我就是看人啊 我就是因為會看人 我才看到他是店長 現在有問了嗎 我知道你們的手機在拍啦 不是你們的相機在拍 但是我的腦袋 第一直覺會是 我會往你手機的上面 因為我 你的臉在上面的話 我會看上面 可是這樣就很像我都沒在看別人的鏡頭 有些人的拍真的 覺得他怎麼那麼會犯 我就是沒有在 而且不只喔 我其實不只這樣子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 上下班路的話 我其實是都在找你們的臉 我完全眼睛沒有那個 完全眼睛沒有鏡頭耶 我就是看一下 人臉 到底要不要看鏡頭啊 這一點我真的是 不知道還在看到臉在看鏡頭 可是這樣也要很久 確實不太會犯賞 所以 所以我才能看到塔普啊 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在看鏡頭的話 怎麼可能看到塔普 塔普站在最後一排 他真的站在最後一排 你快點上去 你不是早就應該上了嗎 他真的 我都沒看到 我沒看到很暈 串串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有串串啊 我們可以有嗎 不然我們都看不到 那如果串串 可是是不是有些成員有啊 這樣我們看不到耶 完蛋了 哈哈 女藍店長是在發現嗎 我發現 他 因為他蠻好的 會說 大雄 怎麼會 會嗎 你要跟我自我介紹 你早點太難了吧 真的早點啊 對啊沒辦法多看啊 我覺得 樂費 你就是更開心 更開心的事情 是嗎 晚安晚安 早點休息 我直接看相機就好了嗎 可是如果我看相機 我就根本不知道 有誰跟我說拜拜啊 但我的腦海裡 就只是為了 看那個相機 鏡頭 然後拍出來 然後收到一些好看的照片 可是我想說 就比如說我跟好朋友拜拜 我們就是 面對面 看到臉 說拜拜啊 嗯 如果我看鏡頭 我不知道誰來拍我啊 對不對 可能之後會知道 但是當下我不知道誰在拍我 然後我看著鏡頭 我想想這個問題 我放空嗎 我還是有拜拜的啦 可以看啊 可以看嗎 戴相機 你戴相機 聽明白 所以想法比較好嗎 可是有些人是想要 收穫到好看的照片啊 對不對 就是我看到有人 看到認識的人 可能 在看鏡頭 可是通常我就會 看到認識的人 欸跟你翻白玩 我就以為我有看鏡頭 我就走掉了 誰差一點點啊 你差差一點點啊 你差差一點點啊 才沒有 邊揮手說拜拜 這我自己嗎 好啊 我也沒有說我一定要改變 把那個拍攝 怎麼給我看啊 我看照片跟鏡頭 有些人的眼睛 看著鏡頭很好看啊 有些人啊 就是你看照片 他會覺得 欸 你好像真的有看 喔我知道那個差別了 就是 如果你拍到一張照片 然後你發現 那個人在看鏡頭 你會覺得他好像在看你 的感覺 但是我通常 就不是在看鏡頭 我是真的在看你的臉本人啊 但就好像 就是你如果事後回想起來 你就會忘記說 欸我們到底 他到底是 他是不是真的沒有看到我 之類的 但我覺得 不知道欸 也沒有說我一定要改變 很多事情 都沒有說一定要改變 對 我覺得說不定 等我覺得 我需要改變 我在改變 目前是 只是覺得 在思考 可以哪樣 哪樣 才是更好的 但是我沒有說 怎樣 我不要回憶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沒看鏡頭的嗎 不知道欸 就是 照片跟 我不知道欸 但我還是很喜歡 比較喜歡 看到你們的臉 然後真的 真的說了 拜拜的感覺 我比較認真在記臉啊 因為我 也不太會記臉 所以呢 得認真再看一下 但是不是 都沒得看了 也不好說嘛 你的臉不好看 沒有 只是我感受的問題啊 我感受 下次來拜拜啊 有啊 我有看到你啊 握手會的時候 你拿著鏡頭 這我真的有看到 記臉嗎 沒有 但是我只是說 我有什麼事情 就跟你們分享 但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改變 你看的鏡頭說拜拜 我們透過鏡頭是看得出來的 你看的鏡頭說拜拜 但也 但我 更大多時候 我是看到臉 但我會 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 往下看那個鏡頭 因為我會 我會優先看臉 臉認識了我在看鏡頭 我通常會這樣 但有可能連認識的我就拜拜完就忘記了 我覺得我喜歡 人的交流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喜歡 可是這個就是很當下的感受啊 當下 我也不知道你們 因為有時候我是看到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我看到你 因為有時候觀感上會有差嗎 就是可能我真的對到我覺得我對到你的眼神 我在跟你說不來 可是你可能 覺得是大範圍的嗎 晚安晚安 看你嗎 我也要看得到我也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 因為有時候 因為走太慢又會 就是也不能走太慢嘛 就是這樣一晃而故有時候就是看不到 而且你們有些人就那麼高 或是有些人就不在我前面 你們很厲害 我可能在那麼久脫下來之後 我要認識 因為我很認真在看眼睛啊 眼睛是心靈的窗 最喜歡看眼睛 可以看眼睛 可以看出一個人真不真誠 不會的不會的 不會的不會的 Fade to face 沒錯 盡量感應好了 我很棒 唱歌很棒嗎 我覺得每個人 可是我覺得看鏡頭的人也很棒 只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但我怕你們會覺得我沒有在看鏡頭 雖然你們好像也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當作我跟你們分享好了 你有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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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久當也有看到你啊 有對到眼 應該算明顯 算明顯嗎 我不知道你們的觀感是怎麼樣 沒有 精準度那也很難 是有點難 你太真誠了 沒有啊 反正 誰沒認出你 大家都認得出來是你吧 眼睛都在看螢幕 沒有啊 其實你們也會在拍的時候 看一下上面 然後再看下面 謝謝十一聲的加油呀 你們會 有時候手機你們也是拿著 但是你們其實也在看我們 哦呀我感受到你們的眼神了 所以 剛好 如果我知道你眼睛 你眼睛如果在看手機的話 我可能真的會看 手機或是相機 但如果你眼睛其實有 是真的在跟我打招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看眼睛 被看透耶 被看透耶 你會害怕嗎 做得正就不害怕囉 但叫做名字 你叫做名字 我叫陳穎珍喔 請好好的記得 你很真誠 你很真誠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都還算真誠嗎 有啊 所以我才很開心啊 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很多很多 相信 我很真誠 嗯 當然是很相信 跟我來說竟然就是我們的眼睛 但對你來說 你想看到我們的眼睛 對 對 沒錯 你講的很有道理 我是這樣子 我 我的角度是這樣子 所以 沒辦法 這不是預防針嗎 只是跟你講說我的想法 也不算是預防針吧 這是我發現的結果 跟你們分析報告 欸 這樣真的有用 因為有時候走太快 真的是看不到你們每個人 可是如果你們有叫我號 我真的會 我會往那個方向看 這個最有感的就是柏維本人 跟肉排本人 他們叫的聲音真的是很大聲 所以我每次都可以看到他們兩個 突然可能你就放 怎麼會發生在 口罩呢 就當我到了 你放個抱枕 不然戴口罩 這眼睛都在看你 突然很多人 會是這樣子 但是在看的人 後來都不知道在錄什麼 我這次就看你 然後挑眉 相機 滿暗 你要確定你要叫我 才會看到你 都破音 他有破音嗎 對你不能抬著 好像 對你不能抬著 我不會抬頭看嗎 我不太會抬頭看 是沒錯 但我可能會 遠處看 遠處看 往遠處看 你們有些人真的是滿高的 欸有一個Nana的粉絲很高欸 叫做 柏緣嗎 然後 然後他是Nana粉絲 然後 他來握我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穿著 穿著Nana的衣服來握我 結果他是來 恭喜我九丹的樣子 我覺得 滿酷的 他的那個牌子 滿 滿 可愛 有個阿貓 你都跑去肉盆旁邊 為什麼要跑去他旁邊 為什麼要跑去他旁邊 不知道在他旁邊 那你不怕我只看了柏緯嗎 謝謝David可以上的紅玫瑰 你以為你已經夠高 欸你真的很高啊 我沒有說過喔 我沒有說過嗎 你幾公分啊 你知道那時候 30級這樣的時候 才意識到你很高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腦袋其實不在 不在思考那個 我在思考說 這個人到底幾公分啊 這個人到底 到底是 多高 然後我在 就是前半段 我的腦袋其實 不在那身上 我在 我在腦袋在思考 我不知道 我應該還是有回你話吧 但我腦袋其實 在思考 我欸 阿怎麼這麼高 怎麼這麼高 然後來看一下 這樣幾公分 感受不出來 實在是無法感受別人的身高 那你前面幫你喊 是這樣子嗎 一九零 誰一九零 先晚安晚安晚安 我兩百啊 哥哥你們都不誠心嗎 沒有 我是先 先 先移進去 看到你的那一剎那 想了一下而已 我就想了一下而已 你也沒發現啊 沒發現吧 你不是說 不要太高了 你說我嗎 我本人嗎 兩百是智商 智商跟身高 成正比 阿我想到 我又忘記了 阿我想到了 想到了 又忘記了 等一下 縱使在原部專心嗎 部專心不是 少童的歌嗎 還是燕子的歌 我想到了 你習慣我放空了 我有對你放空嗎 我明明就對你 我明明就很專心的在跟你拍照 怎麼能說我很放空呢 阿我想到了 就是 雖然說我跟雨滴的相話很像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是同班同學的話 我們真的不會是朋友 原本是想在握手會跟你講 這個的 但是我怕我還要解釋為什麼 但是你好像懂為什麼我們不會是朋友 你自己說了 我們確實不來是朋友 再加上你太高了 我實在不會 我實在不會 我實在沒有教 不會教那麼高的朋友 因為 因為我怕他看不到我 他看不到我怎麼辦 唉唷很嗨嗎 看來觀察到我幹嘛 我在努力阿 他很嚴格 我感受了 他也可 他也可 他沒有濾鏡 他對我沒有濾鏡 很真誠的部分 我很真誠的 我很真誠的 你看雨滴像我一樣 你看我就懂了阿 對阿 對阿 我跟你絕對不會當好評 那我怕你不懂的話就很容易造成走心 所以呢 我就沒有講 你們會喜歡跟 跟自己像的人相處 還是你會想要跟自己不像的人相處阿 身高隔閡 身高隔閡 我們班之前也有很高的男生 然後我做了一件事 我就是很好奇 因為 因為那個很高的男生 就是很瘦 瘦瘦高高的 然後 他就走 然後他的腿真的很長 然後他就比那個客座椅還長 他說 他的腿怎麼會到這邊 然後我就去 等他走之後我就 站過去 哇 這個腿怎麼可以長那麼長 看一下我的腿 你趁他 趁他不知道的時候 我覺得 溝通有一定會有困難 太遠了 太遠了 是他太高吧 你需要濾鏡嗎 需要的話我可以把我的濾鏡裝回去 蛤 已經拔掉了嗎 你有過嗎 你有過嗎 個性 什麼個性 不像嗎 太像容易衝突 欸 太像才可以理解對方 怎麼都是不像 不然都是不像 怎麼是不像 他翻背上 有時候我賣你很高 然後呢 我就會踮腳 看一下他看到的世界會長怎樣 誰是長腿 而且你跟自己哥很像 要過三個才聽到 你可以去做一副 你就沒有 你就算了吧 我不奢求你啊 對你一下子很寬容的 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像是不太像本來容易吵架 可是太像可以很理解我啊 我覺得最好朋友通常是跟我啦 我最好也不是啦 就是 會比較熟 但是呢 在育群 好朋友當中 要有跟自己不像的人 這樣子上台才有人可以報告啊 這樣的人可以跟我 還可以當報告的人 然後有人做報告 會吵架部分 會嗎 我遇到跟我真的 很像人 他都可以理解我在幹嘛 然後我就不用花 我就不用花 事情去解釋我在幹嘛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 解釋 或是我可能想要解釋一下 他就說 我懂我懂 之類的 就很好 想法 個性不一定 想法 啊 我在說想法 想法 報告是哪裡 肯定是 我很常常在解釋啊 沒辦法啊 因為我們離太遠了 離太遠 想法 我剛剛是講什麼 真的很難解釋 不會社群的介紹 那是你的問題 你不想 欸不然 我很常忘記 忘記回欸 我也在想一根 這不是很老的想一根嗎 那應該是很老的 你不知道對我那是 信念感應嗎 我只是想要走一個 你懂我懂的概念啊 但是這世界上 沒有那麼多的 你懂我懂 所以呢 我只要解釋啊 謝謝朱莉恩 說我們的緣分相遇 所以跟Gag講話 應該會很輕鬆吧 或者是他就是懂每個人 也是有可能 開始懷疑他真的懂嗎 有些人可能會懷疑 但有些人我就不會懷疑啊 看是誰吧 可以睡喔 今天應該也睡很飽 可以睡很飽 欸你們知道前幾天颱風嗎 前 然後呢 然後有一天我上學的時候 我上學的時候 我就走了 我平常沒走過的路 然後我就發現 喔上週 然後我就發現 綠地上有很多樹木 然後有很多花花草草 然後我就想說 我今天上學難得走這一條路 為什麼 為什麼連個人行道都不讓我走 這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剛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沒辦法走去 我想要走到的地方 然後後來晚 那天晚上跟了 墨魚和娜娜去吃飯 然後我去跟墨魚娜娜吃飯的路途上 也看到了一堆樹 野 樹木 之類的 然後呢 哎唷 然後 然後 他們就說 欸他們今天也在什麼學校 還是家裡附近看到很多樹木之類的 話 然後我就說 欸對耶 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為什麼地板上那麼多樹木跟樹葉啊 那請問大家看過樹木跟樹葉 為什麼地板上會有樹木跟樹葉呢 為什麼地板上會有樹木跟樹葉呢 請問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鐵線學的呢 沒有啊 就是 我去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很多站 我可以在這一站搭 也可以去另外一站搭 所以我就是隨便想去哪裡就搭 所以我就是隨便想去哪裡就搭 颱風過後 颱風過後 風而追求 但是你是隔天喔 你是隔天出門的時候發現地上 地上有那些樹葉樹木 你們就想到是因為颱風是嗎 你們想到颱風喔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 對啊 因為颱風走過 因為颱風 所以把那些樹木都要吹倒了 然後所以 錄上台很多樹木 等一下我不想講了 我不想講 好 等一下 應該不要分享 完蛋了 因為以為是羞辱 喔 那所以每個人想法會不一樣對不對 很多大樹木都吹嗎 很可惜 慶祝萬聖 以為要慶祝萬聖節 沒有啊 我那時候看到 看到的第一個反應是說 最近是什麼 什麼日子嗎 為什麼 在美化樹葉 綠化環境 最近在綠化環境嗎 而且是很多地方都在綠化環境 公司附近在綠化環境 我家附近也在綠化環境 我以為是 我以為他們在 他們在修剪樹木 就樹木可能太長太高 長太長了 然後呢 要把它剃掉 不然路就沒辦法走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些 為了讓路好看 會把那個樹修剪成愛心形狀的 就是剪得很漂亮 這樣走在路上就會很 很漂亮很開心 然後我以為他在把樹的形狀 修剪得很漂亮 然後修完之後 還來不及清理 所以東西會在那個地板上 因為我看到那個清理的車子 就開在旁邊 我想說 它這應該是要 美化環境啊 剛好有人在幫忙修剪 修剪東西 想說今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然後直到當天晚上 我跟他們分享說 對啊 今天是什麼日子啊 居然 都在這樣子做 他們就說 颱風天啊 是因為颱風天啊 肯定是颱風天 把這些樹木都吹倒了 然後說 欸 對耶 但是你們不會想到是 是有人在修剪 我說你們沒有看過愛心樹嗎 他們就一人很傻眼 我也沒錯 我也沒錯啊 所以 也不是我的問題吧 也是有這個可能的吧 因為我 就是走了 我之前沒走過的路啊 所以 所以我 想說 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嗎 還是他有公告 不然這個路怎麼那麼難走 之類的 我才不會被 我才不會被 我才不會被笑 是他們 他們沒有這個 他們兩個的弦環 都一樣 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找不到我的partner 你們也不是我的partner 他們把我當天才 是他們 他們叫我要把這個故事分享給你們的 他說 你 你去分享這個故事 看看 這些人 到底會說什麼原因 為什麼地板上會有樹木 我說 好啊 可以喔 都沒想 因為我都待在家裡啊 颱風天我就撲出門 我都待在家裡 所以呢 我 我對颱風 那個感觸 是 不是很大 我已經忘記 那應該是颱風 就 當全覺得是一定要放假 只是 只是風很大而已 你努力跟著我的思維 我的思維哪有很 不好跟上 很好跟上啊 沒有 沒有真的 你真的會以為是展露道路規劃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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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想到颱風 好他們會 他們還沒有要笑我 去安息了 不要安息啦 休息就 掰掰 嗨 台語北都不快 哪有多颱風 誰跟你說是颱風 誰想得到 好 明明修剪數目也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數目太長了 你走 你走過去又會被打到 當然要修剪 說晚安就好了 在我生活的地方 台風跟樹的連結性太低了 桃園沒樹嗎 誰想找 沒有啊 怎麼有人跟我一樣的想法 居然沒有 什麼我剛剛說了什麼嗎 雖然我這個現在 採光很難一下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以為 大修剪啊 大採購的感覺 只是不會那麼嚴重 你們兩個住在一起嗎 你們一起住嗎 還是你們沒有一起住 跟你一樣堅強不會等 他肯定也跟我一樣 撐得住 肯定是撐得住 台上都無風無雨 真的假的 你們不是比較早放假嗎 沒有嗎 附近而已 你們不暧昧嗎 你們感情到底好不好 還是不知道 附近喔 附近是很近喔 四個現在交出來的中間 會出門的 真的假的 好好喔 我好想要有這樣的朋友 各種中間都搬掉了 真的假的 沒有出門耶 還是就是 颱風天要出門 不行啊 太沒感覺了 就很像是一般平常放假一天啊 中央山脈 欸對啊 好像我們的中央山脈非常的強大 那你怎麼去看一陣子 嗯 久久就可以放到一陣子 你還要減肥 你減什麼肥啊 維持嗎 維持就可以接受 不夠很難 對 沒錯 感謝有他 怎麼一樣就有吃了 上大陣 我的朋友 有住得很近的嗎 我哥哥的朋友 有人好像跟我家住蠻近的 然後呢 他就被我哥 叫來家裡 教我 教我學習了 好可憐喔 等會你的禮拜 不會是我們吧 還能撿 你不要再撿了啦 你再撿 太瘦了啦 太瘦也不是健康的啊 太瘦了 你吃到好吃的 會不開心 但是他如果沒吃腦袋 應該會翻起來 一直轉 那很可憐 免費家教 對啊對啊 家教 他教我的 國文 好像也可以教我社會 對 對 雖然我一開始蠻涉口 再加班 為什麼你要你上班上那麼晚 你要撿 右手的 我會怎麼 我會不會播很久 每年教我粵語嗎 是嗎 周小琴了 周小琴了 我沒想到 身旁好像沒有會越 不記得 也是努力了的部分 很棒 最棒 我也是他 不是我的工作休息 不是一天 不能一天一攤 不用一天一攤 一天三攤 健康人生 再去學幾句 酒桃酒桃 是這樣講嗎 酒桃 然後我就忘記了 是酒桃 這裡現在 他去睡覺了 酒桃 是早點休息 是嗎 下次再去學好一點 我就沒寫注音 沒寫注音我就會忘記 128結石也是能吃到三餐的吧 128結石能吃到三餐 128真的有用嗎 三餐 四餐滿下的 肉跟海鮮 還是你去練雞肉 然後呢 練雞肉就可以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也不會怕 因為有雞肉可以幫你消耗 那個是晚安 他說是早點休息 他說是沒有 他說酒桃就是早點休息 等於晚安 但是是早點休息的意思 不是 我是 我是 聽傳 三餐太多 再多兩餐 我的話 好像也是兩餐 再加點餅乾 體驗好像的嗎 還是我也試試看 但我持續不了 我家 我家 是我家的喔 他有在做168嗎 我真的不 他有在做168 我第一次提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 我也覺得 手臂一定有 我手臂也想要 我手臂的是肥肉 我沒有肌肉 你瘦23公斤 你瘦23公斤 我瘦最多 我瘦過十幾公斤 我沒有瘦過二十幾公斤 我沒有瘦過二十幾公斤 可是十幾公斤 有點病態 因為我瘦到了三開頭的體重 沒有每次開肥肝 然後呢 莫里就說 選拔成員 你確定你要吃嗎 然後我就吃了 我說 還可以啊 還可以 然後我就吃了 然後呢 然後我吃了 莫里就會吃了 沒辦法耶 我夠瘦了嗎 我沒有很瘦啊 大概 四十 很久沒量了耶 四十 四十幾 三 那很久沒量了 有沒有很久啊 上次量什麼時候 一個禮拜 嗯 切野生我 幾度 對 你做人不要太痛苦 你不要那麼痛苦 所以你現在不該那麼痛苦了 你就應該要好好的吃飯 你可以不要吃太多 但是要 還是要吃東西 那我知道如果現在 你又 恢復原本的食量的話 可能就會腐胖 所以呢 但是還是要吃 稍微吃一下 不然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就好 我很害怕 我瘦不了23公斤啊 23公斤 好像是耶 23公斤的話 我就要進醫院了 你最多只有瘦大概15 你胖過嗎 你有胖過嗎 你很瘦耶 第三公司才有辦法喝那麼多 嗯 我出個最多一年 十幾公斤 好扯喔 太快了吧 差不多22年 湯咪咪咪 你當一年 湯咪不能吃澱粉嗎 讓誰得逞 好輕 什麼東西好輕 你很輕 今天是怎麼放 現在你來好醉 現在有好好吃飯 這次真的會 變回鹽 等你如果真的 變胖 再 再變回去 既然沒有變胖 就好好吃飯 而且我覺得保持開心是 你在開心的情況下 他不餓是最好的減肥方式 什麼時候要跟他吃飯 快點去跟他吃飯 聽我的體重 聽 欸 我剛剛有講 我的體重 我剛剛講 我的體重 我剛剛不是講說 我曾經三開頭而已嗎 我哪有講我的體重 我有講我的體重嗎 謝謝承上的啾啾你喔 然後命愛茶 你是故意不碰體重減肥 你現在還需要減肥嗎 你不胖吧 那現在有沒有 減重10公斤以上 沒有 沒有欸 有你在這保持開心力嗎 我記得我之前 整選的時候 被說臉很遠 被說臉太遠了 然後就問我說 你最瘦的是幾公斤 或是說你 曾經 瘦過幾公斤之類的 我臉很遠 我變 他 他覺得我臉很遠啊 欸我下次看到你就是光眼淚 下次看到我就是我的實體了 我的本人實體 我們體重很好猜 所以你們猜到我的體重呢 282 你相信是不是就不會了 你們是很害怕嗎 不想要嗎 我剛說了 我剛說了 欸 我說了 哇 完蛋 怎麼沒有音樂了 氣氛 好微妙喔 不行欸 我說了 哇 好吧 好了 好了 他不是秘密的 我繼續想講出來 應該沒什麼人看到 這更新之外 男性褲子被我穿不下褲了 你說插了褲子你穿不下 我被說得很圓 被那個整一點的人 明明都很瘦 但是被人說得很圓 我們三姊妹 哪三姊妹 喔 好像知道了 說大實話 這什麼 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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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我太胖了 我那時候 那時候 49公斤 我那時候 確實 不是很瘦 嗯 那時候49公斤 然後 反正我都說了 如果我都說了的話 就算了 我就說我不能太晚直播了嗎 我會亂說吧 完蛋了啦 沒有 我 我已經很久都停留在43公斤了 因為我之前是 40 然後後來進來之後 就瘦到46 47 但是不是刻意瘦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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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新環境就會變瘦 然後呢 後來 就差不多 在這個區間 然後五週年的時候 瘦到了 45 44 45 然後跳完 過一個禮拜 就變到 42公斤了 然後呢 我覺得我好像太瘦了 所以我把自己吃到了 43公斤 所以目前就先維持在 43公斤 Mina我小魚 對我猜到了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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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沒有啊 成員都很瘦欸 你要想想看喔 我在的是成員都很瘦的一個環境下 所以呢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 你也不是說到哪裡去 不要記我的體重 不要記我的體重 但是我還是常常被 就是被班上的同學說 你變瘦了欸 但你臉沒瘦 好的 你的腿怎麼變那麼細 但是你的臉還是一樣圓 不要記我了 不要記很難 你不要把你的統計用到我的數據上面 就好 我不會撐 還會走心嗎 不出就不會走心 不要 不要 不行 我才不會要別的記了我的體重 你們這都會忘記 你們今天睡著就忘記了 說不定我之後就變胖了 你們就是數據就會錯亂 錯亂 跟著表哥你會哭 你才剛好還是欸 腿的肌肉嗎 有一個人說你臉沒瘦 沒有欸 你臉瘦一半 你臉 你臉這樣對半切了 不要氣啊 不要聽 我很好好的吃飯 你在這裡 你臉瘦一半 你會不會花費 我都考了很久 關講說這進行就好了 那我又說 最瘦的時候是幾公斤 他又變胖喔 我不知道他以前長怎樣 我最近上了大學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大學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是現在是考試週嗎 然後有一顆考試是上禮拜考的 然後那個上禮拜考完了 你機率我最不會機率 你上禮拜考完了 然後下禮拜 我就以為下禮拜會是一個很輕鬆的課程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去上了那堂課 然後我跟另外兩個朋友一起上 然後我就在那個教室一開始先做了大概 做了大概20分鐘 然後想說老師怎麼沒有要開始上課 然後為什麼教室的那個電腦桌站著一堆人 然後就是真的一堆人 看起來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呢因為我 我早上有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公告有沒有訊息 然後我就看到他就說什麼 現在開始你們要就是準備報告了 然後 然後要 就是因為我們期末有一個 又再一個專題吧 反正就是他就是要叫我們再做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 我想說 所以 最後 就因為看到了 然後想說 前面剛好有人 然後我們就 我就以為前面的人是 可能是他邀請的 學長姐 然後來介紹 或者是說 就是報告主 比較前面的人 今天就要報告 就是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想說他們是在幹嘛 我們就以為他們是要介紹他們的報告 然後我們之後要做那個報告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就是等了20分鐘 然後才開始 講報告 然後他們在講報告的時候 當下 我們三個越想越不對 想說 為什麼他們 在報告 然後還報告跟 我們最後要做的 專題是差不多的東西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的發生呢 然後呢 在那場課我剛好遇到了我的國中好朋友 然後呢 我就問他說 就問他說 欸 現在是什麼報告的問題 結果呢 我們那行課要報告 而且是要做好PPT 然後上台報告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 我們三個就 傻在那邊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老師前一天 才發公告喔 然後我們以為 就是說 我們要做 但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上台報告 結果是 當天要上台報告 然後我們就是 鑽在那邊先鑽了20分鐘 然後在等別人的時候 他們在報告的時候 我們想說 什麼意思 現在是 這週是報告週 啊我們 我們現在是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問了 我那個朋友說 你有做報告嗎 他說 有啊我有做我有做 然後就 嗯 然後 然後我們甚至不知道 我們是第幾組喔 然後我們就馬上看了我們的組別 然後我們是第九組 我們是第九組 然後第一組已經在報告了 然後 然後我們根本不知道 PPT要做什麼內容 然後就問了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 就是 昨天 公告的內容 然後你今天就要生出來 所以 我們就看了昨天 公告的內容 然後我們想說 完蛋了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說 我們要自首嗎 我們要自首跟老師說 我們沒有做嗎 要自首嗎 然後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人就是 覺得說 不要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想說要自首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 因為我們連主題都沒有定喔 他是要先想一個主題 然後再做一個PPT 然後再完整的上台報告 然後我們連主題都沒有想 然後那個主題 想完之後 你還要找資料 然後我們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 馬上當下說 我們趕快想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就 隨便找了一個主題 然後再去找他的資料 然後再去 共創一個PPT 做那個報告 然後我們這三個人 這樣子分工 就是有幾點嘛 就是報告會有哪幾點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就配合得很好 就是 就是 哪幾點 然後就開始打打打打 然後有人上網找資料 然後打打打打 然後找一些什麼官網 然後打打打打打 然後 大概 我們做了 從我們知道要做報告 到理解報告 到做完PPT大概就是 三十 三十分鐘 三十至四十分鐘 因為他 然後老師中間還說 我們中間沒有下課喔 我們 因為我們剛剛delay了二十分鐘 所以我們中間沒有下課 然後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 有更多時間 反正我們就是三四十分鐘 我們就想了一個主題 然後把資料全部都找好 就是 就是 就是真的 因為他說要什麼各種 因為我們聽別人報告 然後他們就是 找了很多什麼 分析的東西 然後我們想說 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 然後我們就分工 一人打幾點 然後呢 打完之後 差不多 剛好做完之後 就上網報告 因為每個人報告都 我們第九組 三四 就是 前面的人報告大概 三十到四十分鐘 的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在 我們就是 曲名叫極限三十分鐘 我們是極限三十分鐘 第九組不是很後面耶 我們還是 我們算中間了 然後 因為我們只有三個人 像是一個小組 然後我們就 做完 之後 還要上台報告 我們就是 我們就自己講 自己做了哪一頁報告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報告主題 所以我們 先上網找了一個 覺得還 就是可以的主題 然後我們還要去理解 喔 原本有一個人 是想要用那個 生成報告 就是那種 現在AI很強 要生成報告 然後發現生成的 我們看不懂 所以我們就自己 上網找了 然後又再自己 重新做了一份報告 然後是我們自己 可以理解的 然後理解完之後 我們就自己 上台去報告 然後 報告自己講的 那一個頁面 然後呢 我們厲害的在於 我們三個都是 很會掰吧 不知道再掰什麼 我們都是很有資訊的 就說 就開始講 我們報告那種 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們會做這個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講得 好像 頭頭是道 然後 講完的時候 我是第二個講 我們第一個 主演講完之後 換我講 然後我講完之後 再換另外一個人講 然後 另外一個人講的時候 然後 我不小心按到了 關機鍵 我不小心 我不小心 腳踢到了電腦 然後電腦就關機了 然後 我們的PPT就 按掉了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重新開機 然後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再重新開機 然後腦袋就說 那你們有沒有準備 還是我們 你們就知道簡報內容 因為我們有帶電腦 所以呢 可以看 我們自己可以看到PPT 但是 但是就是 那他就是說 沒有 結果我不是雷喔 我真的很附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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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就說好 他就是講了他 因為 因為我們還是有準備講稿 然後 然後 他就講完他要講的內容 之後 下了台 然後老師 就我們報告完結束 老師還給我們建議說 我覺得你們這邊 哪邊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 我們把它 好像當作我們已經做了很久的報告一樣 然後老師還給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我們說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我們會改的 我們會 我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我們會 我們會回去再做修改的 然後 後來我下台之後 我朋友就說 怎麼電腦剛好突然關機了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不小心 踢到了那個 關機的按鈕 然後我朋友就說 哇 謝謝你耶 你 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是好險 你有踢到那個關機的電腦 因為我朋友做的那頁PPT 它是 它是 複製一張圖片 然後直接貼上去 所以它其實是 那個圖其實 會跟他講的有落差 他說 好險你把電腦關機了 讓老師看不到那個圖 如果老師看到那個圖 就會發現 那個圖跟我朋友講的 畫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 他 他還感謝我說 好險 好險你把他關機了 你把他關機 這樣老師看不到PPT上面的錯誤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講得更好 因為我們會講 但那個PPT上面的東西是錯的 然後就是說 所以我們就是 講得頭頭是道 然後他的內頁錯誤了 剛好被我的關機給關掉了 所以老師也沒發現 他講的跟PPT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極限大學生 然後度過了 度過了這一次的報告 真的是很荒謬 而且我們都是大學 第一次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是第一次發生喔 從來沒有報告是 就是我們通常報告都是那種 會提早做的 因為我朋友就是比較 就是通常一個 比較 比較 成績比較好的人同組 就是通常就是 報告都會提早一做就做好 那那時候是我們三個都不知道 當天要報告 然後我們就是 當天算出一個報告 並且很有自信的上台報告 超級壓線啊 我們就說一定也有人 跟我們一樣很壓線嘛 一定也有人在當下做出那個報告吧 我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子 拼死拼火的做出一個報告 然後上台報告 但是之後還是要再 做 還有後續 這只是 初期老實說 大概想要知道你們的主題是怎麼樣之類的 我們真的很瘋 那天真的是有在說的 有在不幸運的嗎 一早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壓線嗎 主要是我們三個人都有做事 所以呢我們才可以生出來 才可以每個人 就是有東西去報告 你有沒有發生這種 也是不容易 平常都是來一點嗎 我平常都屬遠都蠻強的 就是 有他們在 我們都可以被老師誇獎說 欸欸欸 你的那個 喔 而且我們 通常都會搶第一組報告 欸你們那個報告做得很好啊 然後因為第一組報告有加分 我們加分 要加上老師覺得我們做得很好 然後老師就很信任我們這一組 所以呢我們就是 很完美的 但這一次就是完全沒有準備 所以非常的 糟糕 但是我聽我朋友在講的時候 講報告的時候 是講得多麼的有自信 就是 就是好像真的我們理解我們要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真的是 真的覺得在旁邊真的是 知道事情真相的話會很想笑 然後 寫作簡報 當然我們就是馬上開共創 然後開始做做做做做做 就說 啊我做這一頁 好那你做這一點 啊那我做另外一點 然後然後 大家一起 做完了 你們真的是極限大學生 從來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大學發生過一次 我們也不信嗎 那倒是也沒有 只是我朋友比較有自信 畢竟上海報告嘛 我還是比較 比較害怕的人 等一下我最近他也信了 老師是很認真的在 在看那個報告嗎 他還可以給我們回饋 代表他有認真的在聽 他有認真的在聽啦 留一次就好了 不行啦 我們是因為我們是真的不知道那天要報告 主要是他的公告 就是在前一天說的 啊我們三個都沒在看公告 也不是沒在看 就是都是 早上才看到那個公告 所以呢 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我們的錯誤 我們只要努力改正 有一次就好了 主要是我們 我們三個都不記得他之前有說過 今天要報告 今天要報告 而且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科系 我們去修別系的科 我們去 對我去修別系的科 然後才遇到我的朋友 這不是看訊息啊 欸那一早說到訊息 我才發現原來開誤擾模式 是一個點 一個點 就是 比如說 上次看到MORE的手機 才發現原來你們如果有按愛心 上面會有通知耶 通知會跳下來 我說誰 只要每一個人按你的愛心 然後你就會收到一個通知嗎 他說 對啊 然後我說這樣子不會很多嗎 他說不會啊滑掉就好了 我想說 哇 沒有誤擾是這個感覺嗎 現在一定很多人開誤擾 絕對不能再挑戰 完全不能再挑戰 對耶好像差不多了 他兩點 就又不用播了 我會被罵 被罵 你看他中間關掉就好 中間 會收不到 而且打電話也是 所以所以打電話要 打電話給我要打兩通 開誤擾 你們不會開誤擾嗎 沒事 滑掉就好 但是我已經 我已經 開誤擾開很久 就已經太習慣了 誤擾好好用 你也開誤擾嗎 突然也可以設定 是可以設定 好用一直用 你也在用 我沒有不解 我要破什麼記錄 我的記錄很難耶 五小時耶 不太多 像他確定太多了 又突然在IG裡面 很可怕 主要是我想說 我想看訊息的時候 再看訊息 我不喜歡 也不是不喜歡 喔因為 我有 我有一陣子 有那個訊息恐慌嗎 我很怕別人傳訊息是罵我的 或是說我怎樣怎樣的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好大好大 然後就想說 關掉關掉 我現在下禮拜還在播 為什麼 我下禮拜不會播啊 我怎麼樣下禮拜都不會播耶 因為我的行程 排得滿滿滿滿滿滿滿 就是上完課就去公司 上完課的公司 上完課的練習 上完課的 真的是排得很滿耶 如果要開的話 就會是下午耶 除非下午 有可能下午開 這不是晚上的 下午開 我的狀態位是好的嗎 如果要開的話 2分18 2點18 這個 我來 喔 他這根的差寶有一個壞處 就是 又光 又開金螢 又開金螢 手機補電的話 很難找 我是有看到我的那個形式臉 每天都有事情 那如果要下午開的話 也不是不行 如果沒有要做專題的話也是可以下午開 全餐 全餐 全餐是我的成就 你不以為這樣我可以有個東西 全餐是廠城影真 下午也可以喔 什麼在說 其中結束了吧 就差一些作業啊 還有一個兩千字的心得 我昨天才學一千字的 的考試 今天又要 又有一個一千 兩千字的心得 哇 還是我 希望我寫得出來 我休息很好 你不覺得我現在很有精神嗎 因為其實我剛剛在開直播前已經睡覺過了 沒有現在我做完專題真的是很想睡覺 所以就睡了 我 我不想在公司播 不想在公司播 在公司播 我覺得我的腦袋都不是很正常 下午又停不動 那你要跟我分享你幾公斤啊 我們要互相 我不知道你幾公斤 你可以幫他兩年嗎 笑 哼哼 公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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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也好就有時間嗎 不知道 還是要保 保守 保守 就是我想開的話 太晚開直播了 我覺得播手會完就應該早點開直播 可是那時候真的好忙喔 然後11月真理是被我搞的 我把自己也搞得很忙 希望一切順利 劇場守護者也是蠻不錯的啊 你們也是欸 你們也是劇場守護者 劇場女神這個這個這個 太高的稱呼了不行 兩千太兩千很多 沒有他今天我們看了一部電影 然後要寫心得兩千字 我到晚很常開波前在睡覺 然後殊不知剛開始直播的時候 還在睡覺的心情裡面 公司NONONO 對我在公司做太多喘事了 你碰碰線道不是秘密的 那你沒有標我 你沒有標我喔 我怎麼會知道 你如果下午大概幾點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欸 如果下午的話就要在公司播 現在是不想在公司播 你們你們也是其中一種 不想在一起嗎 有點看不太懂那電影到底在幹嘛 不需要帶著感性一點去看嗎 也沒有很感性 也沒有很感性 你會在上班 上班那麼晚嗎 就是我 我不敢 到底哪些東西需要多標你 我們一次點完 你可以標我 你會標其他人嗎 你都標其他成員是嗎 你都標其他成員是嗎 那人家的名字也是在公司去的 對啊 真果家名字的由來 上班到4點 嗯 但我覺得我下午 不知道我的狀態會怎麼樣 前面說沒不了 這樣你們不要回去看了 而且 而且自從我在豆粉說了之後 有些人真的給我回去看 然後呢 我發現每個人喜歡的影片都不一樣 每個人喜歡的影片都不一樣 唯一的共通點 就是 是真心列車而已 但是真心列車 就好像真的是 FOR你們看了 畢竟 一般人滑到別人的FLOG 應該是不會去看 你很少標人 單獨的 是有些人都可能比較多 你很少標人嗎 你可以標我啊 反正你又不會再發體重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想到了 是不是有人跟我說你的體重啊 你是不是 六十幾啊 誰 誰 誰跟我說的啊 忘記了耶 哈哈 是嗎 什麼也太久遠了吧 喜歡嗎 我不知道 可能 不是吧 我想想 我突然想到你那副場景耶 太V了 嗯 你不是要睡覺了 我想想 吃破手繪的時候 你發的嗎 怎麼感覺在那間段 那個記憶在那附近 是嗎 還是不是 忘記了 甚至還按讚 身份 真的假的 我記得我看到一個是 幾公斤 然後變到幾公斤 我猜猜看 六十七 六十七 我不知道 我的印象中 還是不是啊 印象中有一個六十七的 左右的一個數字 手門員嗎 不會了 我才不會做手門員動盾 再用頭髮啊 你要香香的 他真的看很多耶 他真的是跟我好不同類型 他是看很多 我是聽很多 我只會聽不會看 呵呵呵 我喜歡聽別人分享 只是一點就算就 那已經差不多二十四公斤了吧 欸那我記得耶 我記得67耶 當然我對數字還是很敏感的 全停點嘛 搞不好之後就不會全停了 我說有敏感的 我喜歡聽八卦 也還好啊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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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分享的話 就聽聽啊 還沒二十四就算二十三 那誤差範圍耶 你應該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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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個廁所 你就 你就喝十四了 你看 那也是我剛好在 旁邊耶 如果我不在旁邊 其實我也不會知道 他們在看你的東西的時候 我剛好都戴在 旁邊嗎 怎麼會這樣 你才二十四歲喔 喔你才二十四歲 欸你很小耶 你怎麼那麼小啊 弟弟 你是弟弟 哈哈 我知道的東西 我其實沒有很知道 我知道的東西通常都是 其他成員知道 所以也不算我知道吧 我知道的東西 不足 不足吧 這樣算不足啊 剩下月曆也是突然提醒 我要二十四歲 欸 你們屬蛇 那明年要去安台歲嗎 是安台歲嗎 換台歲 還是說 明年要去點燈喔 保佑你的二十四歲 聽說 本命年 會比較衰一點 會比較衰一點 情緒開燈 好好的活過二十四歲 不要自上演就好 你去問張厚童 我不要說你 我不要說我跟你統計 你逼我老 你還是逼我老 我已經20歲了 我已經20歲了 20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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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3歲喔 你是小小baby 希望希望 希望 欸你們都是本命年 對耶 本命年 你們 出色 不要太差就好 不要太差就好 不會很差的啦 愛笑的人 運氣不會太差 所以你們知道 你們要做什麼了嗎 有人 你小金嗎 欸小金比你大耶 比你小耶 比你小耶 你不能叫他結 再不到兩個月就惡意了 你在說我喔 我也在說你耶 應該不是 我屬羊 我屬羊 沒錯沒錯喔 居然知道嗎 愛笑 今天你笑起來蠻清潔的 你可以笑啊 有些人 今天門面 TOP TOP TOP24歲喔 你是00後 是嗎 不是小一點點 就真的是一點點 這愛笑的嗎 哪有 我 在你愛笑 就 就那一個月 你就只笑過那一個月 快點去逼羊 對啊 再一年 多一點 欸要確定我逼得咬夜 拜託了 謝謝 我說嘛 我們差不多啊 那只是因為我沒有屬猴 我差點叫屬猴啦 是你同大學 你學長 那請你好好地尊敬他 夜屬羊 夜屬羊喔 居然 那 最容易的你盡量 沒有啦 做你自己 你開心就好 還是你笑要給你壓力 那你笑吧 你怎麼可能逼人 有這個可能 外在因素 可是有些人不想畢業 可以再多學 聽說如果再 如果你馬上畢業 你還可以再多修幾等課 等於是賺到 對不對 有些人是這樣想 再晚三個禮拜就猴 喔真的喔 只有三個禮拜喔 我們再晚三個禮拜就是猴欸 我們是猴嗎 你學姐喔 你有那麼漂亮的學姐 有些人 相信這雙單眼 你笑得很開心 你也很棒 那我覺得還是 你 你想要 你覺得你看公眼 最舒服的狀況就好了 我現在已經看開了 開準時畢業的嗎 你說學校的準時畢業 不知道 眼皮可愛像趴著 喔真的喔 真的喔 你想當我學妹 你想當我學妹 我比較有可能去當你學妹吧 可是我覺得我不會去外縣市讀書 因為人裝得太舒服了 睡得好好的啊 眼睛閉的啊 吹著冷氣啊 蓋著外套啊 戴個口罩啊 就可以睡覺了 雙眼一屁 進入休眠模式 你 睡下得很開心 喔喔喔喔喔 喔喔 沒辦法 一鈴容易讓人很暈 我懂那個感覺 誰裝得太舒服 我覺得他本人裝得很舒服 因為過去啊 我還想去台北 咦 楠楠嗎 那你應該跟我不同年級嗎 那你應該跟我不同年級嗎 再差點 我不能吃東西 你還想吃東西啊 不專心看我們 哪一吃東西 台下更有趣 那你去看台下的人吧 你就去看台上的人就好了 台上的人都不重要 台上的人都不重要 有趣都不跟我分享 我怎麼知道 你沒要抽到好位置才對 看人家被施壓很好聞 看人家被施壓很好聞 怎麼可以說人家很好聞 欠施壓嗎 欠施壓嗎 我是個施壓的人嗎 我不是個施壓的人啊 我怎麼會是個施壓的人呢 我是嗎 我該施壓嗎 嗯 有沒有 為什麼 他為什麼拋棄你 他怎麼可以拋棄你 你現在考上 或是你有沒有要 就有機會遇到 你現在是要考 什麼 措施 姐姐 姐姐用抽啦 命運 要多做好事 燕子多施壓喔 燕子是施壓的人嗎 這我都不知道 但感覺如果燕子是施壓 應該是很有用的吧 你小時候小時候的人 他們在後台甚至討論了 被我聽到了 男的 為什麼 你跟誰 你測試一個人嗎 你測試一個人嗎 因為譬如都會 喔 現在是輪到你跟他同行的時候嗎 碩士 你現在大勢 如果你現在大勢 如果你現在大勢 那我們 我們 那如果我也去考碩士 咧 我就當你學妹了 那我考不到吧 施壓你什麼 你做得很好啊 需要施壓你嗎 我跟他同學 都不差 都不差 那你為什麼要拋棄他 那我每次都可以聽到 那我每次都可以聽到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可以聽到 而且都是 欸 真的很剛好欸 連下的事情都可以藏到我的耳朵裡 我也是覺得蠻妙的 然後轉盤 分組 然後轉盤 那要分幾組 是有同大三門嗎 應該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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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小慧跟娜娜在說話 我跟他們同一間嗎 為什麼我會聽到 我很少跟他們同一間才對 奇怪 你居然 肉排居然會跟你 跟你一起 他怎麼會跟你一起 他怎麼會跟你一起 看哪一場 基本上 是兩道生族 那每個人都能 就沒各個 就沒各個 你剛剛怎麼那種 不有緣分 還是你們之前太有緣分了 怎麼了 肉排不是都會拋棄你們的人嗎 他不是都會自己一個人 跳出你們的框架裡面 然後他都自己一個人抽到好位置做 這也會很正常吧 而且家居之前有每一場都在看公演嗎 而且家居之前有每一場都在看公演嗎 他之前每一場都在看嗎 我對他有印象是因為他做側襲 他也是你群組中的一員是嗎 他也是你群組中的一員是嗎 他有緣 他有兩張 誰有兩張 誰有兩張 現在也是好 他有跟我說過 因為我問他的那個問題 我這樣說確實也是 確實 他一定是剛剛才進來的吧 他怎麼不睡覺 而且原來你是個 原來你是個 會說話的人 我也一開始以為 你就是害羞 害羞的不得了 然後什麼話都不敢說的人 他之前只看梯喔 那請問他這個月的公演看了哪幾場呢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去哪裡 他去別的位置嗎 沒有 是有一人 我沒跟群組的 我跟他們兩個 你們群組有幾個人 這就要保證你們的位置不好啊 你們的位置不好 他才會去另外一個位置做啊 是不是 打遊戲 居然還打遊戲 你們的感情真複雜 可可他 他真的說很多話耶 好難得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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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他本來就是 會說話的人 今天怎麼那麼特別 下次也要多 多來聊天喔 謝謝 可不是要來公演了嗎 算了 我也不認識 進來了我可要關播了 我要關播了 再四分鐘 你一直播不講話的 他可能是不敢講話吧 不然就是因為這個直播有你們在 他才會講話 絕對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剩一篇文了 然後再發完我就要 還是我不會發 我會發嗎 我會發嗎 選吧 我的星星 我的星星還沒發 星星還沒發 什麼意思 看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意思 你們要去玩遊戲 你們去玩啊 你們去玩啊 我不要關了 什麼東西 我跟他說的什麼 我發文嗎 我會發嗎 我會發嗎 難說 難說 如果我現在發會不會很奇怪啊 不是現在發 我 我在補發 會很奇怪嗎 一起拿給娜娜 再找他拿 好像沒收到 有人說寫信給我 我也沒收到那個信 怎麼辦 我好想看那個信 很少人會寫信 好想看 快點再叫他拍給我看 我覺得我是收不到了 我收不到那個信 怎麼會這樣 跳餅乾喔 跳餅乾喔 跳餅乾其實 有亂跳嗎 因為要有點乾脆嗎 完蛋了 有什麼感想 主要是 主要是 主要是過了 那個時間了 啊 所以這 真的是受不了你 我今天解救了 解救啥 去問姐姐嗎 可是已經送很久了耶 所以已經送很久了耶 馬上嚴格騎到 我就說他是不是嚴格的 這個 他完了 我完蛋了 虧他評價這麼好 沒有啦 還是什麼 已經很久了耶 我剛剛有什麼反應 我剛剛有什麼反應 哪一個反應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在擔心啥 唱歌環境 唱歌環境 我就先死掉 我的命已經不飽了 這才給 沒有啊 剛剛 有些人不是 受不了 我自己的那個反應嗎 我通常受不了我自己啊 那是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欸欸 關播了我要念榜了 我們直接那個雲端 欸我要我那個雲端 受得到 應該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可以看得到 推薦哥呢 你推薦燕子 推薦燕子 謝謝請去聽燕子唱歌 他他每一個 聽說他每一次直播都會另一首歌 你們可以去投稿 聽燕子唱歌 唱歌最棒了 隨時流淡什麼 謝謝小滾妹先生的啾啾你哦 好狠什麼 兩點啊你們要關才對 我也可以啥 我發現之前有這個 有哪個 謝謝博承送的冰丁玫瑰 哦 我宣傳什麼了 我宣傳什麼了 喜歡今天很快樂直播 今天根本沒在講什麼 今天的直播非常的無趣 讚 讚 我收4小時啊 4小時了 謝謝夜空 是剛才送的告白祈求 謝謝廷一送的千子賀 記得我那個雲端選歌 我甚至還知道你會跟他講什麼內容 就不說出來了 呵呵呵呵 喔送那個罐喔 要刪掉了 謝謝看你送的浪漫夜空 對啊我把那個連結複製 發現我看得到耶 給我就夠了 希望你可以對我開多一點濾鏡 呵呵呵 看3.9 真的嗎 一定要等到他寫4 可是我其實我已經超過了 下禮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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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知道了 我說你都刪掉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我說完什麼 可是我沒有那個連結啊 我看不到 我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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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反正你沒什麼秘密了 你不用有秘密隱瞞我了 你隱瞞不了了 有了還是有一些秘密的 你還是有一些秘密的 我沒有了 我沒有知道 我不知道 對 沒有全說沒有全說 放心 謝零了 配觀了 我 那我還你玩 我是你的秘密隱瞞才開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 我要打開這個時候 發現他登出了 我要再登錄一遍 他自己幫我登出了 我很難過 在這裡 就是我 對啊 對啊 所以不用害怕 我知道你的秘密 反正你的秘密 對我來說也是還好 無傷大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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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九名的苍苍 谢谢苍苍 谢谢第八名的康妮 谢谢康妮 谢谢第七名的黑杰克 谢谢黑杰克 谢谢第六名的十一 谢谢十一 谢谢第五名的QQ 谢谢QQ 谢谢第四名的阿琪 谢谢阿琪 谢谢第三名的tomato 谢谢tomato 谢谢第二名的月光sky 谢谢月光sky 谢谢第一名的光一 谢谢光一 谢谢大家 太久没 诶 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登录 有这种事情 我想说他为什么要帮我登出 好坏 你知道我知道是我无伤大雅的秘密 对啊 无伤大雅吧 你真正的秘密我不知道 你又不跟我分享 你疯子 你这疯子 你们这疯子 你们陪我到那么晚 你明天睡饱了 请大家明天睡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我想知道是某一个秘密 但是但是 但是 但是 你搞不好不会跟我说 但是我想知道某个秘密 但是也不重要 谢谢大家 怎么那么多人 但是半小时要起床上班 那你还来看我直播 要睡吧十个小时 没错啊没错 睡起来读书 只要有你可以的你是聪明鬼 我不敢问你敢说 好啊 下次问 有话题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鼠鸟 5 4 3 2 1 拜拜 辛苦